前往云顶彩云阁的路段,星期二因为发生土崩而阻断,经过当局的清理工作之后,有关路段终于可以通车,并且在今天重新开放给所有的交通工具通行。 有关路段是在星期二下午5点30分,因为连续下了几个小时的大雨而导致土崩,所幸这起意外没有造成任何伤亡,不过这起土崩意外造成200名游客受困。 在救援队伍开通另一条路线之后,在星期三凌晨4点左右才开始疏散人群。 有关路段是通往一家公寓和酒店的方向,并不是通往云顶的主要路段,因此尽管当局已经把有关路段清理完成,不过当局依然建议民众在夜间行驶时尽量避开这条路段,以避免发生意外。